强强受娱乐,谈点娱乐圈,有意思的是,由于明星效应特别大,总是有些无良商贩私用明星名字来做产品名字,小沈阳的名字被带严成安全套,这个商贩非常聪明,没用小沈阳本人的相片,而是用了小沈阳的苏格兰情调风格的漫画形象,虽然大家一看就是小沈阳,但是律师说这个不好判定, 毕竟人家没有小沈阳的笑笑,小沈阳真是悲哀呀,作为小沈阳的师父,赵本山知道此事件后,发生怒对,太恶劣了,民族文化不容陷读,西单女孩人乐力,应该春晚舞台而走红, 这只情人爆料说,西单女孩这个名字,已经被抢先注册了商标,一旦这个商标注册成功后,人乐力就无法继续使用这个名字了,哎,真是悲剧呀,人家好不容易有出个名号,竟然被注册了商标,你说这缺德不缺德呀, 据透露,注册这个商标的就是他的前经纪公司,知名明星发冰冰银子,则被注册成商标发冰银,这个贩是商贩的贩,是卖冷冻食品的, 2010,北京知名商标创厂开卖会在北京举行,从该厂开卖会的网站上发现,义饭丁丁等名人及名人谐音,已被刹入为商标并通过官方审核, 其他价格从1万元至500万人物等,台湾歌手周杰伦有位能幸免遗难,他的名字就被和谐成周杰伦, 这个店家最聪明,是利用周杰伦与侯佩晨的绯闻,让店家促销活动,促销词,是这样的,佩晨要结婚了,周杰伦还累大放送,来店马百送小菜,外送买乳送衣,哈哈,真是绝了,